首先我们展示的是一道选择题 这是个单选题 题目这样来说 国家出台 美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的政策后 少儿智能学习机制造商 荣华公司 预测其产品的市场需求将明显增长 于是制定并实施了新的发展战略 扩大投资 提高生产能力 同时采用新智能技术实现产品升级 导致呢 句号就出现了 说明什么 说明前面就是我们讲的案例材料 最后一句话就提出了考点 他这样来问 龙华公司外部管理分析 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哪种方法 给出了四个选项 代表我们学过的四种分析模型 包括呢 武力模型 成功管理因素 PSC模型 还包括产业生命周期 那从我们现在学习进度来讲的话 B D和A 这三个选项所代表的模型 我们后边会学到 现在我们学的是C PSC模型 然后大家帮我去琢磨一下 这道题的思路是什么 这道题的思路呢 就是要求我们从案例材料当中 找到 与这四个分析模型有关的线索 如果你发现呢 它的材料 这个线索 跟哪个模型有关 那就说明 这个企业对外部行情做分析的时候 它用的就是这个分析模型 那你看 从整个材料来讲 你能看出哪些点线索吗 第一个线索 刚才我们提示了 国家出台 什么什么什么政策 对不对 这个套是什么 说明它分析了国家政策 这属于政治环境分析的结论 把这个点呢 给把它列出来了 除此之外 从整个分析的台上 还有什么什么的 同时采用新智能技术 实现产品升级了 那就说明 它也分析了气质环境 根据技术进步 采用了新智能技术 来改进它的产品 这属于技术环境 只要你能够把这两个人找到 说明什么 说明 这个企业对外部环境 做分析的时候 它主要是采用了 PST分析模型 那这个答案自然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答案呢 应该就是C 字路很清晰了吧 所以我们要求大家呢 一定要保证自己 把我们学过的 每一种分析模型 它的框架 它的主线 我们都有清晰的把握 如果遇到这种分析题的时候 我们能够迅速从材料当中 找到关键的分析点 用这个点去落脚到 我们希望的分析理论上去 这就是展示的我们 第一道选择题 接下来 我们再一起看一道主观题 听清楚 我带着大家做这道题的时候 大家呢 要把我的分析思路 要把它弄清楚 这道题呢 只有一个要求 运用PST方法 分析呢 森旺面临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总结 PES模型最典型的主观题考法 大家呢 先帮我回答一个问题 如果是这种问法 你在答区区组织答案的时候 应该按照什么框架组织答案 能想起来吗 记住啊 应该按照题目要求 分成两大块 先总结有利因素 再总结不利因素 总结有利因素的时候 按照PEST四个方面去总结 但并不一定 这四个方面 我们按理材料都涉及 换句话来讲 总结有利因素的时候 这四个方面 材料涉及哪几个方面 就选哪几个方面 或者就答哪几个方面 同样 总结不利因素的时候 我们仍然是按照PEST 这个框架去总结 但是呢 也并不全部都涉及 也是涉及哪些 写哪些 这就是我们一个基本的答题的组织的套路 那下边呢 要注意 在前沿部分呢 我就提示过大家 我们这两年 战略这门课主观题 机考系统 它的界面 我们是分成左右两部分 左边这块呢 主要就是按理材料 右边这块呢 就是答题区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当你开始做主观题 不管是简答还是综合题 你可以呢 在答题区 看完每一道具体问题 它所涉及的理论内容之后 你先在这个地方 把每一道题所涉及的理论文字 争取快速 先把它默写出来 默写出来的好处 就是当你针对按理材料 做分析的时候 你能够结合 右边所涉及的理论文字 做出判断 这些材料 是不是跟这个理论内容相关联 如果你没有把它默写出来 就意味着 当你对材料做分析的时候 完全是凭你的脑袋 凭你的记忆来进行 而我们知道考场上时间很紧张 你个人呢 也会非常紧张 如果完全凭记忆来去做分析 等分析完再去组织答案 这个过程呢 就可能产生很多的遗漏 最终导致呢 我们答案是不完整的 影响你最后的得分 所以希望大家平时练习的时候呢 就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来做练习 那为了帮助大家 我们树立这方面的思路 在我以后讲解主关题立体的时候 我整个的界面 就按照左右两部分来组织 左边呢 就是按理材料 右边呢 就是我们假设的答题区 大家呢 要跟上我的思路 那下面我们看这道题 它的基本书法 首先呢 我们看第一段话 按照刚才解释 整个界面 这就是左边这块 它的什么 诶 它的案例材料 那么右边这块呢 我们假设 就是用黄颜色这个区域 代表答题区 由于这道题呢 我们只设计一个考点 就是要求你分析出 PES模型 哪些是有利 哪些是不利 所以按照一开始所做的提示 我们整个答案的套价 框架 就是分成两大块 有利因素 按照政治经济文化技术 不利因素 按照政治经济文化技术 我们把框架 先把它写出来了 答题区 写完这个理论文字之后 接下来呢 就从左边 按理材料 第一段 第一句 我们逐句来分析 我们一起来看啊 他再来说 森旺股份原先公司 成立于呢 2000年 是一家在我国南方地区 从事水果零售的连锁企业 公司与多家水果基地密切合作 利用其自有的水果加工配送中心 将水果配送至文店 再通过线上及线下 两种模式的销售 给消费者 森旺旗下呢 基因优望和捷望 两个品牌系列 其中呢 优望主要面向中高端消费群 除销售精品水果外 还提供诸如制作商务宴会果盘 3000米内 一小时送达等特色商品跟服务 结望呢 主打好吃不贵 通过规模化采购 控制呢 成本 面向大众市场评价销售 但是保证水果新鲜 这个呢 就是我们整个案例的第一段话 大家呢 先告诉我 这段话读完之后 这段话主要描述什么内容 这段话呢 很清楚 描述的是 森旺这家公司 自身的基本业务背景 没错吧 那这些业务背景的文字 跟我们这道题 分析的理论对象 PES的模型 有没有直接关系 没有 因为什么 因为 PESD模型 这是宏观环境 是外部环境 而安理材料这些文字 是这家公司自身的情况 属于内部环境 所以 这些文字 跟宏观环境分析的结论 没有直接关系 记住 我说的是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呢 它存在间接关系 为什么 就是因为 我们这道题 是要求你分析 哪些是有利 哪些是不利 而你判断是否有利 是否不利 跟什么要联系起来 就是跟这家公司的业务背景 要联系起来 所以他们这些存在间接的关系 大家呢 把这思路都要梳理清楚 那接下来 请大家帮我去分析一下 在整个这段话当中 你觉得最关键的分析点 在什么地方 换句话来讲 当我们平时做练习题的时候 你不要马上关注答案是什么 你先去琢磨 这么多的案例材料 哪些是最核心的分析点 你把这个找核心分析的能力 把它给提高 我们在考场上就没有问题了 看一看 什么地方 哎 第一个点看清楚啊 这家公司业务是什么 它是从事水果零售的企业 这是最关键的吧 它是个零售企业 同时它在零售的过程当中 它是以连锁形式来展开 还有什么 它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主要是在南方地区展开经营 所以我们这句话当中 关键点就是这三个 然后往下看 后边还有什么线索 是不是呢 它在零售水果 销水果的过程当中 它有两种模式 两种模式呢 一个是线下 一个是线上两种模式 两种模式 它同时都在使用 这个点又找到了 此外还有什么 此外告诉我们 这家公司旗下有两个品牌 两个品牌主打路线 不太完全一样 其中第一个品牌 优望 它的主打路线 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很清楚啊 面向中高端消费人群 销售精品水果 注意清楚了吧 那同样思路 另外的品牌 绝望 它的主打路线 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讲究呢 好吃不贵 面向大众 对不对 但是要保证什么 要保证水果的新鲜 虽然价格比较平民 比较低价 但是水果质量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这就是呢 我带着大家 把第一段话 我们有可能用到的关键点 就把它注意找出来了 以后大家呢 就按照这个套路 我们做其他练习啊 这段话找完之后呢 我们就往下看了 接着 下一段话再来说 作为农业 重要组成部分的水果产业 国家一直以来 给予政策支持 国家12五规划 将推进农业 产业化经营 服饰壮大农产品 加工业和流通业 促进农业生产经 专业化 标准化 规模化 集业化 作为产业 调整制造思想 旨在呢 促进大型水果解发展 推动水果产业 集中度提升 这是第二段的前半句 因为我们PPT 整个容量有限 我把后半部分呢 放在下一页了 大家呢 观察这个文字 你会发现 这段文字 就是属于外部环境的介绍 站在国家层面 介绍国家 它所推行的政策支持 那这个 是不是就跟我们 答案 PEF模型就联系了 没错吧 那 首先呢 我们分析 从整个这个表述来讲 它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就是呢 国家给予政策支持 首先你要判断 这属于 哪一个环境要素 很明显 这属于 政治环境要素 没错吧 那接着 后边这句话 就相当于 把政策支持的具体表现 给我们做了一个 所谓的举例 比较典型的 12号规划 有什么什么什么 相关的一些要求 对不对 那你发现 这些政策支持 包括这种具体规划的 这种文字 它到底属于有利因素呢 还是不利因素 要把这个区别出来 对不对 我们从什么点去分析 从后边 具体文字 12号规划 明确告诉我们 扶持壮大农业 农产品 加工业和流通业 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第一段话 森旺这家公司是干什么呢 它是零售 零售就属于流通业 那如果十二五规划 这种政策支持 是为了扶持流通业的发展 你觉得对森旺来讲 这属于有利还是不利 很明显 这肯定是有利因素 所以这个点的答案 不就出来了吗 就意味着 我们这些线索 分成两个点 第一 整体来讲 国家政策支持 具体来讲 十二五规划 扶持发展流通业 这两点都指向什么了 都指向我们答案当中 有利因素 它所涉及的政治法律环境 那你是不是在答题的时候 就直接把这段话 主要的文字把它粘到 我们右边答题区 政治法律因素后边 就就可以了 这个答案不就组成一部分了吗 这个就是我们答题思路 那这个分析完之后呢 再往下看 同样一段话 我们后半就这样来说 同时国家呢 也高度重视水果 线上零售的发展 并在政策方面 给予大雨支持 自2012年开始至今 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均明确提出 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等交易方式 加强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设 支持电商物流等企业参与 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等等 这是第二段的后半部分 那你看 这个部分 我们主要点在什么地方 也是分两个点 第一个点 强调国家重视水果 线上零售的发展 政策层面 给予大力支持 接下来 后边这个线索 就相当于呢 给出些具体的论证 这个所谓的大力支持 到底是怎么表现出来的 没错吧 所以总体来讲 核心点就在这个位置上 那接着我们去分析 这个属于哪个混淆要素 国家政策层面 给予大力支持 国家颁布政策了 这属于典型的政治 法律因素 没错吧 那就是分析 国家这种政策支持 对孙旺这家公司来讲 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 答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有利 为什么是有利 因为国家重视的是 水果线上零售的发展 我们结合前面第一段话 孙旺公司本身业务背景介绍 结合哪一个点 是不是告诉我们 孙旺两种销售模式 线上加线上 他有线上销售模式 那如果国家鼓励线上销售的发展 对他来讲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所以这是有利的 看到我们第一段话 这种间接关系的分析思路了吧 那如果这个分析就出来了 就意味着 我们这个点 放在答案提起什么地方 这句话呢 同样是放在 这个位置 有利因素下边 政治法律因素 把刚才那段话张完之后 再把这个点的这句话 在后边接张过来 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这是我们这部分的分析 那接着我下来看 后面这样来说 近年来呢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逐步增加 N格尔系数持续下降 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 我们到这呢 先停下来 因为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号 第一句话读完之后 大的逻辑是什么 首先我们可以判断 这是表明我们国家整体的表现 这属于外部环境 那外部环境就联系PSG模型了 那这句话核心现在什么地方 最明显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个指标 我们前面已经强调过了吧 此外呢 N格尔系数 也是一个经济的指标 还包括呢 生活水平 这个呢 也属于经济环境 所以这三个核心点 指向的是同一个环境要素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讲的经济环境要素 这个结论就出来了 那结论出来之后呢 接着好分析 从它目前的表述来讲 这是代表有利还是不利 很明显吧 这个答案应该是有利因素 因为GDP足部增加 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就意味着消费者消费能力 会不断提高 消费能力提高 意味着消费者对水果的需求 就可能会上升 带动整个市场规模的扩大 那作为水果零售业的三万公司 就会面对很好的发展机会 逻辑很清楚吧 所以这句话 我们放在答题什么位置上 应该是放在 这个位置上 它属于有利因素当中 第二块经济因素 把这句话 沾到这个因素后边 我就完事了 就要分析完了 对不对 那同时提示一下 考试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大家平时没有接触过 不知道的这种指标 大家不要去深究 你只要把其他明显的指标 把它答对了 这个对大家影响不会太大 像恩格尔系数 我相信可能有的会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你就没有必要去研究它 只要能够把这个相关线索 把它找出来 把它粘过来 那这个点的答案就得到分数了 那再往下看了 现在说 我国人口的增加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也推动了人均消费能力的提高 我们到这再停下来 这又是一个句号 对不对 那么这一句话当中 我们对核心点在什么地方 看清楚了 最核心点在这 人均消费能力 这是核心点 前面讲的什么人口的增加 城镇化水平 千万千万记住 这个不是我们分析的点 为什么 因为从整个这句话的结构来讲 前面这个线索是代表原因 正是人口的增加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导致的结果 就是人均消费能力极高 所以我们做案例分析的时候 我们要把分析的点放在结果上 不要去关注前面的原因 如果你关注前面的原因 那你想 这个是放在哪个黄金属里边去了 人口啊 城镇化啊 这不是我们所讲的社会文化因素吗 那如果你把他这句话放在社会文化因素 这个答案就错了 因为这句话 我们按理分析 落脚点是放在人均消费能力提高上去了 而人均消费能力属于什么 这个属于经济环利要素 所以这个呢 也属于这个要素 那接着判断是有利还是不利 很简单 如果人均消费能力在不断提高 是不是对水果的消费肯定会增加呀 所以这是代表有利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句话的线索 我们要放在答题区的这个位置上 跟上面一句话呢 放在同一个位置 速度清楚了吧 再往下看了 原来说 而消费水平的升级 驱动消费观念发生较大变化 消费呢 正在向品质化 品牌化 个性化 多样化来转变 我们到这呢 再停下来 这又是一个句号 那你看 这句话当中是什么逻辑 相信在座的各位呢 找到两个点了 第一告诉我们消费水平升级 第二呢 推动消费观念发生较大变化 那这两个点是什么关系 还是因果关系 强调消费水平提升 这是个原因 导致的结果 就是呢 消费观念发生变化 所以跟上一句话的分析逻辑很相似 对于这句话的分析 落脚点在什么地方 消费观念发生较大变化 千万不要分析消费水平的提升 能记住了啊 那接着消费观念 按照大家的判断 属于哪一类 消费观念 消费心理 消费习惯 这属于什么 这属于社会文化因素 先把这个结论就得出来了 我们待着呢 把它写出来 这属于人呢 属于S 对不对 那接着判断 这种消费观念的变化 对斯文化而言 是有利还是不利 结论是什么 这结论呢 应该是有利的 所以这句话 应该是放在这个位置上 把它放在社会文化因素 后边 把它张过来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分析是有利的 我们是结合后边 详细的解释 得出结论的 关键的变化 表现什么地方呢 就是 像品质化 品牌化 个性化 多样化去转变 那这种所谓的品质化 品牌化 是不是就和第一段 我们对森旺公司 自身业务的分析 就结合起来了 因为前边说过 森旺是两个品牌 主打两个不同的路线 但是不管哪个路线 都强了什么 水果是精品水果 水果要新鲜 那是不是呢 我们讲的品质化 就联系起来了 那森旺这家公司 有两个品牌 主打两个路线 说明它很重视品牌的建设 那品牌化的趋势 就结合起来了 表明 森旺公司本身的经营 跟这种观念的转变 正好是吻合的 那如果是吻合 这种观念的转变 就可以促进 它业务的增加 所以这是有利因素 这个逻辑呢 把它听懂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往下看了 接着 人们对于水果的消费 需求呢 不但满足于买得到 吃得着 而是更对水果的新鲜程度 外观 口感 内在品质等 都提出了要求 读案中你会发现 这一段话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对上一句话呢 做了进一步解释 如果是做进一步解释 说明什么 说明这句话所带有的线索 仍然属于社会文化因素 同样 它属于有利还是不利 肯定也是有利 所以把这个点呢 也放在这个位置上 这就可以了 我们就把那 这段文字的线索 就分析完了 那就在上下看 后边呢 是同样一段话 也是收集于整个PPT的篇幅 放在我们第二页PPT 他在说 从目前现状来看 由于我国水果产业 集中度相对较低 水果质量和标准都不统一 消费者对品牌还不敏感 又是完了一句话吧 我们倒是再停下来 那你告诉我 这句话的逻辑是什么 是不是有两个点呢 前面这个线索是一个点 后边呢 对品牌还不敏感 是另外一个点 他们是什么关系 还是因果关系 正是因为 水果产业集中度比较低 质量标准不统一 这个原因的存在导致消费者对品牌不敏感 所以这句话的分析点是落在这个位置上了 那你告诉我 消费者对品牌不敏感 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的是一种消费行为特征 一种消费心理 没错吧 那这属于哪个混淆素 先把这个分析出来 这肯定属于社会文化环境 那接着 这个分析结论 对森旺来讲 是有利还是不利 这个呢 看清楚了 这个应该是放在 不利里边的社会文化因素 放在这个位置上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呢 如果消费者对品牌不敏感 而森旺公司本身在进行的时候 采用的就是品牌化经营 两个品牌 两个主打路线 那是意味着 他这种品牌化的经营 作用就不明显了 那对于他来讲 这种消费者对品牌不敏感 就代表文化因素 他的不利表现 所以大家把这句话呢 直接沾到答题区 这个后面这就可以了 这是一句话的分析 再往下看了 接着 伴随着人们对健康观念的重视 和消费水平的升级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意识 越来越高 在购买生鲜食品时 愈加重视呢 产品质量到时再停下来 又是一句话吧 那如果大家熟悉 我刚才分析思路了 这句话呢 逻辑很清楚 是什么 前半 对健康观念的重视 消费者们的升级 这是代表原因 结果是什么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意识 越来越高 这是结果 所以这句话的核心点 落脚到这句话上了 对食品安全的意识 越来越高 在购买生鲜食品时 愈加重视产品质量 没错吧 那你先分析 这句话代表是哪个关要素 消费者的消费意识 代表什么 肯定还是代表社会文化因素 还是这个因素 对不对 那接着分析 这个变化趋势 对思望来讲是有利还是不利 应该是有利的 还是结合第一段 我们对思望公司本身业务的分析 强调 思望两个品牌 不管怎么经营 都强调精品水果 都强调洗果要新鲜 来说明 它重视产品的质量 是不是跟消费者 这种需求变化 也是吻合的 吻合这就是有利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句话放在什么地方 是放在有利因素当中的第三个 社会文化因素 这个大家呢 要把它区别出来啊 那再往下看 与此同时 消费者的购买习惯 也在发生了转变 从到超市 菜市场购买水果 逐步转变为 在精致社区水果店 或网上购买水果 这句话呢 分析点在什么地方 交费者的购买习惯 后边这句话呢 只不是对购买习惯的转变 做了进一步解释 所以核心点很清楚 就是购买习惯转变了 那购买习惯属于哪 环角素 还是属于社会文化因素 这个点就出来了 对吧 但是这个变化是有利还是不利 这时候呢 要结合后边这句话 变化的表现就是 过去习惯于 从菜市场买水果 现在呢 习惯于从精品水果店 或者是线上购买水果 再去结合第一段 对森旺公司本身的分析 是不是强调 森旺 线上线下 两个模式都在使用 线下模式 它是一个水果的零售 超市 连锁超市 那不就是跟这个水果店 吻合起来了 它也有线上模式 那是不是跟这个购买习惯 网上购买习惯又吻合起来了 所以这是什么结论 说明 这种购买习惯的转变 对森旺来讲是有利的 跟它的模式正是契合起来的 所以 这句话放在什么地方 这个点呢 也是放在有利因素当中的第三个 社会文化因素 这个相关标题后边 是不是把这些文字呢 分析点就分析完了 那再往下看 接着呢 后面来说 冷链物流的快速发展 提升了生铅产品的流通效率 使得消费者在购买水果时 不再受限于区域季节 距离时间等因素 促进了对保鲜要求比较高的水果 比如说草莓 蓝莓 樱桃等浆果的消费 到这停下来 这句话的线索是不是很清楚 也很单一 关键在什么地方 冷链物流 我们前面总结过这个类似的思路 对不对 那冷链物流是属于什么 很明显 这属于技术环境 冷链物流技术在不断进步 那接着分析 这个对森旺来讲是有利还是不利 肯定是有利了 伴随着冷链物流 它的技术不断进步 那是不是森旺所销出这种水果 它的覆盖区域就开始越来越大了 那伴随覆盖区域的扩大 是不是意味着它的销售额就会上升了 所以这是有利 有利放在什么地方 很明显 这个基本的线索 我们要放在有利因素当中的第四个 我们叫技术因素里边去 没错吧 那接着后边这句话 字路很相似 同时互联网工具 它的加入 催生了升迁电商的兴起 改变了水果的销售业态 由过去的路边摊 个人店 农贸市场 到超市 再到连锁专卖店 升迁电商 呈现出对话发展的态势 关键点是在这 互联网工具的加入 促成了以下转变 那先判断 这是哪个环要素 这肯定也属于技术环要素 那这种是有利还是不利呢 就结合下边文字的解释 互联网工具的加入 导致了这种变化 这种变化跟森旺的模式正好也是相吻合的 为什么 因为森旺 它有线下水果零售的连锁 它有呢 将官的线上 电商 是不是跟它完全吻合起来了 那我吻合说明什么 说明这是有利因素 那就说明 后边这个线索 我们的达体区 也是放在有利因素当中 第四个技术因素后边 这段话呢 就分析完了 分析完站往下看 同样一段话 还有后半部分 也是放在另外一页P的 这样来说 但是 转折丝很明显吧 因为前半部分 是技术环境 都是有利 现在呢 一说但是转折 大概率是说明什么 说明不利因素 开始给我们做介绍了 哪些不利因素呢 再来说 我国水果种植的 自动化程度 依然比较低 种植的技术 没错吧 在产品标准化程度 生产率方面 仍需改进 此外呢 我国水果在流通环节的 损耗率比较高 预处理 冷藏 物流技术 也需要加强 是不是 预处理技术 冷藏技术 物流技术 所以 也论很清楚 这两句话 都指向了同一个环境要素 那就是技术环境因素 如果告诉你 程度比较低 还需要不断的加强 说明对思考来讲 这是什么 这是不利的影响 所以我们整个 这两个算法线索 放什么位置 只放在不利因素当中的第四个 属于技术环境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这道题 所有的材料线索 就把它全部分析完毕了 分析完之后 你想一想 我们最终 是不是答题区 基本上就把答案都已经组织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答案 再去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怎么整理呢 按照前面的分析 有利因素 我们四个 是不是都涉及到了 那么大家呢 就把这个语序啊 文字呢 再把它稍微捋顺下去 就可以了 那么当谈到不利因素的时候 按照前面的分析 这四个都涉及吗 没有 只涉及什么 只涉及的 哎 社会文化跟技术 经济政治两块不涉及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答题区 你把这两个把它删掉 这就可以了 那最终 保留下来的 就是我们这道题 完整的答案 那你看 是不是一切都水到渠成了 这就是我们这种题 这个点 它的分析思路 大家可以在说 琢磨一下 那整个分析思路 我们分析完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整个答案的组织套路 再稍微提示一下 那你看 答题区呢 我们应该这样来组织起来 首先组织第一大块 就是有利因素 有利因素当中 再按照所涉及的 四个方面 主义总结 第一个方面呢 政治法律因素 就把刚才我们找到的 有关材料 我们一句一句一句 把它粘过来就可以了 那你要注意 粘的时候呢 并不是说 你也必须有前面这种 所谓的数字序号 这个不一定 你只要能够保证 把题目当中 与政治法律有关的 有利因素的线索 都把它粘全了 我们得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注意清楚了吧 那类似的 我们还包括呢 经济环境 这里边主要涉及 两个方面的案例材料 诶 此外呢 还包括呢 社会文化因素 我们涉及呢 这几个方面的 有关案例材料 都是前面找到 直接粘过来的 对不对 那也是同样提示 这个数字序号呢 你有没有都无所谓 你只要能够保证 把材料粘全了 这就可以了 那类似的 我们技术环境 说设计两个 就是把第一大块 有利因素 就把它组织完毕了 那第二大块呢 就是不利因素 按照前面的提示 我们把不设计的两个 删掉了 一个是政治法律 一个是经济 保留下来两个 那就是社会文化 技术 那你就把相关材料 把它粘过来 然后呢 技术呢 涉及两个 两句话粘过来 难事了 整个这道题的答案呢 就算组织的非常完整 这就是呢 请大家要注意的 整个分析思路 以及答案组织 它的基本套路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宏观环境 PES模型 我们就把它 结束掉 接下来 我们学习 外部环境分析的 第二个层面 那就是产业环境分析 CPA教材 对产业的界定 采纳的是 麦克尔波特教授 他的观点 他这样来说 一个产业是由一群 生产相似替代品的公司 来组成 简而言之 所谓的产业 就是由卖方的集合体 那么这些不同的卖方 向市场所提供的产品 他们彼此之间 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因此彼此存在 一定的替代关系 我举个例子 帮大家去简单理解 比如说 我们常说呢 手机产业 一说手机产业 在座的各位脑海 一定会浮现出很多 向我们提供 手机产品的这些厂商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美国的苹果 韩国的三星 中国的华为 小米 微博 OPPO 等等 等等 那我们知道 这些不同的手机厂商 向市场提供的手机 彼此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那作为我们消费者 当我们决定购买 手机产品的时候 如果我选择了华为 那么 我们基本上就不会选择三星 那就说明华为跟三星 或者说跟其他品牌之间就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 这就是我们所理解 迈克尔波特教授 他所讲的产业 他的基本思路 那产业的定义 我们简单解释完之后 当我们对一个产业整体进行分析的时候 我们教材呢 是介绍了三种不同的分析模型 或者是理论 分别涉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波特的武力模型 以及呢 成功关键因素分析 站在考试的角度 大家呢 听清楚 我们服务器的侧重点 应该是放在前边两个理论 这是重点内容 第三个成功关键因素分析 这个呢 是一个比较细小的 分值不高的一个考点 那下面我们注意展开 首先呢 我们学习第一个理论 那就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我们先分析他的考试情况 这个理论是一个频率很高的点 可以说每年必考 而且他的考试提醒也比较丰富 既会在选择题考到 也会在主观题考到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 我们要求大家呢 要做好全面的复习 那接下来 我们简单归纳一下 这个考点 在主观题 它的典型考试套路是什么 一般来讲呢 生命周期理论 如果在主观题出现 基本的问法 就是这样来问 要求大家呢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 简要分析某某某行业 它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 但是你要注意 这个地方最关键的就是 我们怎么去有效组织答案 这个地方 我们组织答案的时候 应该就是按照三段论来组织 首先呢 要开门见山 写清楚 你根据案例材料 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它到底是处在哪一个阶段 生命周期理论 是把整个生命周期呢 分成四个阶段 导入期 成长期 成熟期和衰退期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开篇说清楚 你到底判断是哪个阶段 但是光写清楚这个阶段 这个答案的不完整 因为你光有论点 没有论据是不行的 所以接下来呢 还把论据写清楚 那这个论据就有两部分来组成 第一部分呢 就是把与你所判断出来的该阶段有关的理论线索 你把它默写出来 默写出来之后呢 接下来后边 你要把案例材料当中所找到的与这个理论点有关的材料 把它张过来 这是两部分来组成 那同样 我们处在不同阶段的时候 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特征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你的理论点要列出若干条 但是注意这个理论点并不是说 要把教材所有的理论都列上去 而是说案例材料涉及其中的哪几条 你就把这几条默写上去 然后呢再把相应的案例上把它张过来 如果你这样来做了 这个主关题的答案才是个最完整的答案 这个大家呢 把它手里洗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根据这个套路再去分析它的复习建议 既然我们这个地方考试的时候 会要求大家判断生命周期阶段 也要求在主关题当中 写出你的论据 这个论据呢 包括理论 也包括案例材料 所以我们这个点的复习 基本上就是理解加上记忆 首先呢 请大家根据课堂上我们所做的讲解 以及呢 对重点内容所做的提示 我们理解背后的内涵 理解了 我们才可能根据案例材料 做出有效的分析 但是光理解是不够的 因为如果在主关题考到了 你的答案必须涉及理论文字的末写 所以这个点我们请大家一定要按照讲义的总结 按照课堂所做的提示 把需要背下来的基本文字或关键文字 你能够保证熟练的把它背下来 这个大家呢 把握好这个尺度 这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是我们整个考试 以及呢 复习建议的一个建议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生命周期理论 它的具体内容 谈到生命周期理论的时候 你要注意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所研究对象不同 我们一般呢 有三种不同的生命周期理论 分别涉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以及呢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这三个生命周期理论研究对象不同 自然他们研究的结论 也会存在一定差异 不过呢 你要知道 他们分析的逻辑主线 是完全相同的 由于我们这个地方所研究的大标题 是产业环境分析 所以如果从完全搭建的角度来讲 教材呢 介绍的应该是产业生命周期 但是我们教材这几年呢 没有这样来讲 我们教材呢 都是介绍生命周期理论 最早的出现的一个版本 就是研究产品生命周期 那我说过了 虽然这二者 它的研究结论不计相同 但是呢 研究的逻辑呀 主线呢 思路啊 是非常相似的 也就意味着 只要我们掌握了产品生命周期 这个理论 它的基本主线 理解它的内涵 那可以把同样思路呢 复制到对产业生命周期做分析 所以我们教材这个地方呢 后两种 我们就不涉及了 主要讲的就是 最早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大家把这个背景呢 理解一下 那理解完之后呢 下面我们看 什么叫产品生命周期 所谓的产品生命周期 意思就是说 一个新产品 从刚刚研发成功 投放市场开始 一直到被市场淘汰 退出市场为止 所经历的一个完整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这个产品处在不同阶段的时候 这个产品在各方面表现特征 会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那么这种差异 就会使得企业 要根据不同阶段 产品的表现 采取不同的对策 所以我们在这呢 就把整个这个过程的特征 进行了相关的理论总结 就提出了所谓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那么谈到这个理论的时候 我们在这呢 首先给大家提供一个基本模型图 这个模型图 我们教材没有 大家呢 把它当成一个辅助工具 帮助大家理解生命周期理论 它的基本逻辑 那这个模型图呢 横轴就是代表所谓的时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产品 它的表现特征会发生变化 那么总结代表什么呢 我们一般代表这个产品 它的销售情况 比较典型的 我们衡量它的销售量 基本变化 那经过大量的 所谓的这样一个案例的分析和总结 我们得出呢 一个普遍的规律 什么规律呢 就是当一个产品 刚刚研发成功 投放市场 从这个点开始 一直到呢 这个产品被市场淘汰 退出市场为止 整个过程 这个产品的销售 会呈现出这样一个变化的规律 记住 这是一个一般的规律 并不是代表所有产品的特征 那么这条曲线 我们一般呢 表达为叫类S线 记住 不是一个标准的S 叫类S线 那么根据这条曲线 它的变化特点 我们就把它生命周期 分成四个阶段 这四个阶段呢 分别界定为叫导入期 成长期 成熟期 和衰退期 那为什么这个理论 最后取名叫生命周期呢 就是因为 这四个阶段 它的基本变化 和我们人的一生 非常的类似 所以你看到 是不是呢 导入期 就像我们人刚出生 那么等到成长期 就像我们人 成长发育到了青少年 那么等到了成熟期 代表呢 我们人进入了中年 等到了衰退期 意味着产品进入了老年 所以这就是这个理论 为什么叫生命周期 它的基本来源 那接着我们看看 在生命周期 这四个阶段 我们判断的时候 主要是依据 销量变化的差异 但是呢 还有其他一些特征 那我们在这 在图形当中 首先先总结了销量变化 它的主要差异 我们简单说出一下 在导入期 意味着产品 刚刚研发成功 刚刚投放市场的初期 可以理解 产品呢 还有很多消费者 不知道 不了解 不了解 自然就不会购买 所以说呢 这个阶段 产品的销售 第一 销售量 比较低 同时呢 这条曲线的斜率 也比较小 说明产品销售增长 速度也比较慢 这是我们叫导入期 那么等到了成长期 你观察 这条曲线 是不是斜率 变得就非常大了 斜率大 便表明什么 表明产品的销售 开始快速增长 听清楚了 为什么到这阶段 产品销售快速增长呢 就是因为 经过导入期 企业不断的努力 这个产品呢 开始慢慢被广大的销售 消费者所接受 那也就意味着 消费局呢 开始扩大 如果有越来越多消费者 愿意购买你的产品 导致的结果 就是呢 产品的销售量 开始快速提高 只要有销售量 开始快速提高 就意味着 产品有导入期 进入了成长期 那接着 再看第三个阶段 那就是成熟期 成熟期 这条曲线 意味着是什么 意味着达到了峰值 达到峰值 说明什么 说明在成熟阶段 产品的销售 就不会再有 明显的提高了 它的增长速度 基本趋近于零 所以这条曲线呢 我们可以把它表达为 近似跟横轴平行 销售呢 比较稳定 这是成熟阶段 那么到了第四个阶段 衰退期 意味着 由于各种因素的出现 比如说 市场上出现了 更新的产品 消费者需求 发生了新的变化 等等等等 会导致呢 这个产品 它的销售 开始明显的下降 这条曲线的斜率 开始向右下方倾斜了 那么如果产品的销售 由平稳转向于下降 那就说明产品 它的生命周期 就由成熟阶段 进入到了衰退阶段 那么这是呢 我们首先根据销售 销量 它的典型变化特征 把四个阶段呢 把它归纳了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再提示 在我们生命周期理论当中 我们除了针对销量 销售变化 我们得出这个基本规律之外 其实呢 在这个理论当中 我们还可以画另外一条曲线 那这条曲线呢 我在这儿用这条 所谓红颜色曲线 把它表达 这条红颜色曲线代表什么呢 这条红颜色曲线 是代表利润 大家就可以观察了 是不是呢 这条黄颜色 所代表的销量变化特点 和这条红颜色曲线 所代表的利润变化特点 是不是存在差异 什么差异呢 在导入期 产品的利润很低 甚至呢 有可能刚开始投放市场的时候 它是亏损的 然后伴随着销量慢慢的提升 这个利润呢 也开始慢慢的提升 总会有一天 它会由亏变成盈利 那么其实等到了成长期的时候 销量是在快速提升 伴随着销量快速提升 利润也在快速提升 但是注意在利润曲线这个地方 它的最高值是在成长阶段出现的 而我们销量曲线的峰值 是在成熟阶段出现的 这个大家呢 要把这个差别要掌握到 按照刚才我所讲 生命周期这整个四个阶段 跟我们人的一生很相似 你就可以很好理解了 你想一想 是不是呢 我们人在青少年时期 青年时期 我们精力是最旺盛的 我们能力是最强的 没错吧 那等到了成熟期的时候 我们这种精力呢 一定是在走下坡路 下坡路的 所以看到在成长阶段 盈利能力最强 那么过了成长阶段 盈利能力就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 那么大家呢 就结合这个模型图 先把生命周期理论 主要的特征 先把它掌握一下 掌握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根据教材 对生命周期四个阶段 比较完整 包含其他方面特征的总结 我们再去把它展开 做相关的学习 那这里边我们做下提示 谈到生命周期理论 很多同学呢 在以前复习的过程当中 感觉呢 不太好懂 他会认为 生命周期理论 听起来呢 好像头头是道 但是这个理论 对我们解管理 到底有什么作用 很多同学不知道 那如果不知道它的作用 就会感觉这个理论没有用 所以学起来呢 好像就没有动力 我在这简单解释一下 生命周期理论 对我们其管理者 它的作用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个作用呢 我总结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按照刚才的提示 当处在生命周期 不同阶段的时候 它会出现很多的差异性 比如说 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 企业所面对的需求结构不同 它所面对的市场特征不同 整个产业的竞争结构不同 那么它的盈利能力 也会存在变化 那这种差异 这种变化 对于企业而言 主要的作用就在于 我们企业就可以针对某一个产品 或某一个产业 它目前到底处在哪个阶段 我们做进一步分析 如果得出明确的结论 判断出它处于哪个阶段了 我们就可以根据它所处阶段 基本的特征 来决定干什么 来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这个对策就会具有针对性 它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 那么这是生命周期理论 它第一个主要的作用 那除了这个作用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作用 就是它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 根据时间的变化 审时夺势 那什么叫审时夺势 有两个表现 第一就是通过生命周期 这个理论 它的应用 它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产品 或者是一个产业 发展变化过程当中 它的拐点 可以帮助企业发现 我们去发展的时机 那你观察 是不是呢 在整个模型图当中 它存在这么几个典型的拐点 这是一个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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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理论 去套我们现实当中 每一种产品 每一种行业 我们去分析它的拐点 分析拐点的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 如果我们能够提前预判到 拐点即将到来 我们企业呢 就可以未与重谋 提前做好自己的准备 提前做好战略转型 甚至呢 如果企业在前半这个阶段 你比对手落后了 但是在后续发展过程当中 你比对手 更先预测到拐点的到来 你提前做了战略转型 那就可以帮助企业干什么 实现弯道超车 在导入期 你可能没有比过你的竞争对手 但是如果你实现弯道超车了 就意味着在后来成长阶段 甚至成熟阶段 你可能就会超过你的竞争对手 占据市场的主动进行地位 那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理论在现实当中 对一些管理者 他主要的一些作用和启示 但是从我们现在学习考试来讲 第二个作用 我们目前为止呢 还不可能体现出来 因为这个是需要管理者 对相关产业相关产品 具备很丰富的从业经验 再结合这个理论 我们才可能得出准确的预判 那么第一个 我们现在呢 是应该可以达到基本效果的 就是当你学完我们教材所讲的内容之后 你就完全可以把它拿过来 去分析一下 在座的各位 你所在的行业 你所在公司所经营的产品 然后看一看 能不能帮你分析出相关的管理角色的节目 我没提及待 这都可以来看 你先解释一下 你的邦业相关的管理角色是什么 在乱业相关的管理性 这个事情 我不要再来看